近日 罗志祥被爆现身北京 这也是罗志祥与周杨青孙守候 时隔两年再次现身内地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罗志祥只穿黑色T恤 搭配粉色长裤 戴着黑色鸭身帽 许久未露面的他依然相当帅气 身材并没有发福 罗志祥打扮时尚 染了一头金发 虽然戴了口罩 但一眼就能被认出 罗志祥出现在机场后 很多粉丝都在此等候 下车后他立马和大家打招呼 甚至还拥抱了一位女粉丝 完全没有任何明星家子 特别女生直接泪洒当场 直言太久没有见到哥哥 希望下次不要这么久了 虽然人气不如当年 但还是有不少粉丝过来送机 罗志祥谎话大家不要哭 其实自己眼睛里一直灌着泪花 由此可见 这两年里 罗志祥过得并不好 再次来到内地 内心反叹贯迁 最后罗志祥和粉丝们拍了大合照 能够看到 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女粉丝 只有两位男生 事实上 罗志祥是前几天来的北京 现在已经反台 如今罗志祥想要付出 不知道网友会不会买账 对此你怎么看呢